大天地独 冰荒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远古洪洪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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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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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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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零吴依山的茶叶,请僧人再治一喝,胜信给皇帝,回到京城正好皇后恶病不起,秀才一样化活了,让皇后喝了之后豁然痊愈,皇上因此此大红袍一言,让那个壮严秀才披在吴依山茶叶的茶树上,这个吴依山茶叶的茶树因而命名为大红袍,声名历久不帅。 优优独播剧场——YK 一见空空,兴斗海,府随平鲁复正满,他连力取风口尹,愿向君王唤慈山。 那年七七光带军到东南苹果口,路径福建五一山,也许神王于五一山的笑脸,也许连人征战以身心疲惫。 当时,并征战以后写下了这首《闲万年宫碑》诗,留在五一山上的万年宫,俗称五一宫。 但是后来五一宫遭到了火烦,七五才重修了一座,而七七光也终于没有再回到五一山,长迷中国,在北风的渤海之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均步过海拔七八百公尺,主峰步过海拔两千一百五十八公尺,名叫黄荡山。 而作用五一最高峰的无上暴走,这里地处地理上的所谓东阳城,和古北区交集地带山高领域。 当环保一时哄扫全球,也扫进了中国门槛之后,忙不得得这里从善如流,也被列为终点自然保护区基因,也才因而发现五一山的珍贵并不只是风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又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或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而目中无人。 然而,神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任何的优秀可以自觉于人,更没有任何的强大可以合作于是, 中国终于学会了做地球村的一员,学会了向别人的长处谦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还有一点傲骨灵薰,还有一点鼓风油蹭,甚至还有一点拉不下脸来,但是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一半。 但请中国自己做业,现在才不过开始一半。 与他远 前九 维于福建东南部 近江下游的北岸 过去叫近江 曾经是中世纪风光一时的 国际大山岗 到今天 它仍然是中国的大桥乡之一 马西温台湾南岳老高兴了 靠山挖山靠水玩水 泉州凭着近水楼台的地立之变 很早很早 以前也就学会了拥抱海洋 走向世界 三国时代 泉州就已经跟海外游了船坡往来 唐朝末年 路上四路在风沙之中示威 海上四路却在风浪之中兴起 海上四路以泉州为起点 中国人的生意一直可以做到中东和非洲 南宋的时候 泉州已经堂而皇之地跟广州平起平坐 并列为中国两大山岗 而那个时候 上海和香港还只是两个小渔村 到了元朝泉州的海外交通事业发展到达巅峰 当时的泉州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同时被称之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 和近百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 于是曾经有上万个外国人乔居全走 其中包括波斯人印度人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伊斯兰教徒来自经商游离成交 当年的中外交易 是用中国的瓷器 丝绸和茶叶 去交换国外的香料药材和珠宝 随着贸易往来而来到泉州的外国人 大部分住在城南 泉州人叫它番房 而就是环纳大爱所在都丢了 到今天 泉州南门的聚宝街 也就是当年专营各国珍奇珠宝和香料买卖的地方 街上的建筑仍然保留了不少回教的风味 仔细瞧瞧台湾有些古厕 好像就有这么一点味道 有些全牛人家的门窗边 甚至还磕着可兰精的讯规 始终与珍珠阿拉旧情绵绵 房子的孤头硬 要它入境随俗 彻底规划 似乎不太容易 不过人类的感情比较脆弱 一旦通婚之后改中国姓 讲米南语 那就很难从身上再去闻出阿拉伯的味道了 他们长期记录在泉州 现在还有阿拉伯人吗 还有他们的后裔有四万多人 泉州一代姓丁的人 这一本溯源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祖先来自于中原的黄河流域 另一种则是来自阿拉伯的两河流域 围在泉州湾西南边上 近江县的陈代镇就住了阿拉伯后裔回名一万八千多人 他们通通姓丁 号称陈代万人丁 陈代原来是一片海带 五代事故的时候 南唐有一个观察室叫陈宏敬 他命令部下在这儿围滩猪带 进行军事群恳 并以自己的姓给他取了个名叫陈代 到了元朝 所谓掌海生中万国商 大批阿拉伯人来到泉州街上 有个叫塞连赤南斯汀的阿拉伯人 还替朝廷做个事 万败平正正式 后来明朝灭了元朝 他的子孙跑到陈代一代住下 就用他名字的尾音取了个中国姓 丁 他们决定姓丁 除了阿拉丁的发音原因之外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丁子嘛 长得像一副地毯飞起来的模样 后来陈代的丁姓回名和汉名 并肩作战 一起围海造田 打下了一片天地 而且还在海外开花结果 光是港澳台 据说就有陈代丁香火一万多人 中华原来已经有新庭了 但是各丁地新庭的可能没准备 所以总是这样 完全中华虽然有定性 未必造会极高 所以就感觉新庭就没得到 所以说明为新庭的原 昨天原来是 阿拉伯 点在这个所在 生团下来的 这个市场当然也是这个政风 下来的 当时去吴马公年生年代替的 民族称文 当然也吴马公年 要这种启程前世 所以只有根基 当时的这个政风 启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启甲这个 火梨圆的市场 火梨圆 火梨圆的市场就是要 暗时止损 我们是火族人 当家族在 我们的祖先是火族就是了 所以这个市场气化是非常有别的 但是这个市场火梨圆 如果老下来 一种油管 新庸意识难道的 这种东西 甚至听众 会有一种东西 也会有回流到 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 这个阿拉伯文 就感受到新庸意识难道的 这种东西 根基 这种东西 有 以后 人 原酒的时候 就是这种 阿拉伯文 就是这个建筑人 叫这个青春人 就是万物 毁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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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的死者 是 所以 我们的祖先来到担贴 到现在已经有六百万的历史了 六百万 六百万的历史 所以到现在 在 住在这个厨棋 本城的厨棋 里 就有十万博成员 阿拉伯文 泉州清静寺 中国现存的回教寺庙中最早的一座 根据四类师废上的阿拉伯文记载 它创建于回历四百年 也就是中国的北宋年间 后来经过耶路撒冷阿哈玛的重修 按照希利亚大马士革回教礼拜堂的事项兴建 清静寺里还保存了一块明朝永乐五年颁发的赤月 内容是奉朝廷命令保护清静寺和回教徒 于是学者专家们说 这是中国古代尊重外侨宗教的游历证据 其实中国人一项就是多神信仰 兼容并包 再来一个阿拉 顶多再盖几间庙就是了 当然不会一手拿着可兰经 兼容一手拿保健 听起来台湾是有担当人记起的 是有六甘台北做的所在 可能有几岁人 所以我们是 我们本来台湾有台湾的重情 当时到来是要辞职到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台湾做的重情有机会 等来我们这个作品靠靠靠靠靠靠 原朝的泉州就跟唐朝的长安一样 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它包容了各种文化宗教盛况空前 除了回教 在泉州留过足迹的还有古基督教 印度教以及摩尼教 金江县罗河山乡 华表山下 一座草庵 至今仍然供奉着一尊 波斯摩尼佛 脸庞圆润 长发披肩 衣着简朴 背带金光 人称摩尼光佛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有妙就尽 见佛便拜 至于佛也祖籍何处 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似乎并不重要 只要他慈悲为怀 法相庄严 天人相通 有求必应 就可以烧一炷香 抽一支钱 求子求富贵 消灾保平安 不管这尊波斯摩尼佛 是不是已经听得懂中国话 毕竟 他早就住进了中国式的寺庙 接受中国信徒的大理参拜 并且永远在泉州的一角 为当年的繁华作证 随着金江逐渐的淤浅 船只尽出不易 泉州王日的风华一落千丈 然而最近他又被规划为经济开放区 在闽南下张泉金三角中 也凑上了一角 大有卷土重来东三再起之时 不过这回来做生意的不是阿拉伯人 而西兰台湾男啊 尽管时代变迁 或尽管沧海思想 藏在人们心里的某些隐隐作祟的东西 却未必是会随着光阴的流逝而变的 正如人们心中的某些情感 总是容易刁钻地隐居在岁月的某一个角落 而在某些时候便如牛的返出 任那些躲在情感深处的情景 习惯性的旧情复燃 或是偶发性的死归复燃 四孟还真 回到闽南故乡 仿佛是记忆里一下子跌回了三十年的岁月 所谓的触景商情 商情虽然未必 但一触即发 满目都是你我少年时光 四城走过的田岗 熟悉的田园 四城相见的人 悠闲地走过那些四城相识的老房子 而生活在这里面的人 总是亮起不知所以的眼色 迎接那些出来乍到的外地人 来者是客 而多年以前曾经和你相亲 也许可怕 是个了 谁是老房子 有没有想法 你也许可怕 有没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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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所在的地區 新年來 從八方前以來 是我們最早 人口最多 外流的人口也最多 所以這些 按照我們沒十分知道的畫面 就可能有百分 年間中間是受於我們這項出去了 每當說起一些故事 總是又回到九九以前的朝代 每當翻開家破 有些泛黃的書頁 寫著工整的楷書 也就是一連串客居僑遣的記載 許多年前 祖先戲家戴卷 從北方來到南方 許多年後 另幾個祖先 又被喚起了喬遣的念頭 收拾其細軟 帶著幾個子弟 從閩南渡向大海 客居在海的另一邊 有人南洋 有人台灣 為祖父再添新夜 於是這樣的故事 在閩南 每一個姓氏都流傳著幾則 偶像的幅 川上 偶像的幅 鴨像 偶像的幅 《老大羹ìn家》 偶像的幅 偶像的幅 曲其中 偶像的幅 曲其中 Zither Harp 在长河里平凡人家一本厚厚的祖谱 不过是一粒小小的水地 随着历史的洪流而走南闯北 有些甚至于就在那些洪流激荡的水花当中 从此销声捏击了 但是对那些改朝换代理闯荡而来的人 祖谱是故事中一条珍贵的线索 相依只是另一条汽水藏在的群中的源头 那么林燕溪呢 这个在闽南地区的覆盖面是非常大的 可以说除了整个闽南到汕头 从泉州到汕头 那么海外可以拓展到这个 过去流传到新加坡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尼 那么还有琉球群岛 还有包括这个台湾岛 台湾过去也有离燕溪 后来印尼已经消逝了 这个比较可惜 繁华如梦 历史对那些伟大或辉煌的人或事 便是如此的不留情愿 那些繁华盛世 那些帝王将相 转眼间并被卷入了岁月的集团 被冲刷而从此尸骨无存 繁华落尽之后 英雄豪杰 从历史舞台上纷纷落马 却在人间历史变成戏马 人物变成一张张脸谱 因为由来九远 黎元熙被确诊为南方古老的剧种之一 因为被确诊为由来与宋元明的南系 黎元熙的戏台仿佛也让人重新看见了宋朝 元朝和明朝的前代风华 那些进出戏台上的脸谱 形形色色的行当 演活了那些作古的风流人物 许多光景 仿佛便又活回了人们的眼前 唐宋大曲 古月难音 交融台上与台下 以前和现代 古代和今天 在锣鼓四周声容 说唱成一片 台湾的歌仔戏来说跟演戏的差异呢 一个是历史方面 台湾的歌仔戏大概是清末明初的时候 这个崇湾的局务的积累 崇湾的曲牌比较少 它才有 曲牌非常少 我们曲牌有两百多个曲牌 那么 这是从历史来说 从剧本来说 从表演来说 它比较民间味 黎元熙比较古典味 比较宫廷味 因为它构计都是在勾然演出 勾然的艺术 是经过文人认真的推敲 从表演唱香到文学剧本 特别是小黎元就像陈山舞梁这样的 基本已经达到了 当时登峰造极的一种景地了 那么歌仔戏呢 它是比较 民间味比较浓 它反映了很多民间的故事 这个 它的唱香比较高看 不像黎元熙那么优雅 对 那么文学性来说 可以说是比较差一点 因为它主要是民间的 比较少经过文人的修夕 这歌舞一遇其行 因传奇而集其成 琵琶青响响彻温邻故军 胡青飘逸运飞 名水台跑 冻枭齿怕 朱玄十二 南银也被称之为难管 据说和他们的主人一样 也是来自北前 南银应该说 是目前我们现存的古老业种当中 最古老 最完整的一个大业种 南银这个 从它的历史年代 可以追溯到 汉晋的一些烟盐 这从我们明南地方的开化史来看 因为我们这里的都是汉朝 晋朝中原 四足南迁 那可能这个音乐的 就是那个时候 四大户们带到 明南一带来 一种四足音乐 它从它的那个高雅的气调 还有它现存的一些现象来看 你要比较说 它的烟气形态 就跟我们现在北方的这些民族烟气 也有特大的差异 你说它琵琶 现在北方的这个琵琶 都是北琶之力 树坛的 我们是横坛的 这横坛的琵琶 从这个知识上来看 它就比较古老 南银这个系统就是 泉州 台湾 东南亚这些有 还有日本 那这个从考古上来看 它也是汉 汉代就有了这样一种 汉 特别是兴盛一堂 有这么的一种乐趣 一贯八丛 南东入米 历史上的动乱 迫使这一群北方的百姓 移民到南方 从西晋永家之乱 一直到今天 当人们称呼他们为 闽南人的时候 可能已经疏忽了 他们原属于 北方的乡火源头 而当他们自己 也欣然接受 闽南人称呼的时候 可能却已经淡忘了 他们的祖先 在律师上 避祸 偏安的色彩 但也许不浓 却都还是风云有存 我会认为 从北方贵族的后夜 一遍为南方社会新贵 从南方的靠海的家园 再借着海潮放羊出外桥居他乡 民男人似乎仍然还执着着那一点流传久远的骨气 只是在他们辗转迁移的过程中 显然也难免迷失了一些他们祖先原有的广阔胸怀 黎原或南移 这些古老的中原之音 鱼鹰鸟鸟的都被带到了这一块被称之为闽南的地方 但中原在哪里 中原再也不只是一个地方 或是一块平原的名字 对于闽南人而言 中原那可能是已经安葬在祖先灵魂里 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了 大千里路 平和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雙船汉高祖刘邦有一次在平城被匈奴酋长莫独包围 他的军事陈平为了脱困 正怕得知莫独好色 而他老婆又很容易嫉妒 于是就下令做了一个角色美女的人行舞 设计机关 让他在城头上翩翩起舞 果然莫独眼貌金星 而他老婆则是七伤八伤 生怕老公在进城之后会见色忘记 于是想尽办法终于迫使莫独退兵 刘邦才解了平城之位 事后刘邦为了奖赏这个墨偶 退帝有功 就把他增长在宫中 后来有人将他用来作为演戏的道具 于是出现了傀儡戏 这个传说如果属实 那么中国历史之所以没有改写 靠的居然是一个墨偶 说起墨偶 福建泉州这个中国古典文化的活博物馆 对于操纵假人演戏这码事 可谓极尽呈现起后发扬光大之能事 除了木武戏 泉州的黎原 高甲和南管 更是传祥闽南 深圳海外 号称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明珠 齐霸 南英和南西这对双胞胎 说的是泉州话 不过这种典雅的方言 一千多年前 却曾经是中国的官话 山春天杯 TVs后 千双饼南瓜白元霞 千双饼南瓜白元霞 川普马行春天них后 南烏麥盛春天空 忌无怨霞 就一刻燕村田不思 呵 吴胡 名声如红 设计是美人敢新 吴胡红 设计是美人敢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再细分 光是操作木偶的手部动作的手线就有五条 所有这些线都汇集在一根提线板上 操作的时候就靠手指头的提拨勾挑 来使木偶模仿真人活灵活现起来 而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学拿手提线 如果提线板拿不好 木偶就会站没有站下 坐没有坐下 提线木偶由于各种提线的分工合作 使得表演动作细腻而穿闪 而它的缺点 则是快不起来 如果要看火爆武打的动作片 那就得看掌中猫 也就是 爆帝亚 大陆这个木偶是跟台湾同样的 从表演方法 表演方法 还是这个 从这个技术方面 都是从来我们是好生一家的 但是后来因为说 我们这个 几十年 我们各段的关系 所以各方面说我们 我们五大五六 五母子 就是有一些变化 基本变了 从这个舞台上 舞台上的这个 改革 站出比方是好生人一样的 就小生 我们就要小生一点 就配合台上 台下一致 如果我们不是改革的部分 我看到马尔棗 我们就在这段时间 我想说